蟑螂真是令人头痛,恼人的蟑螂经常出没,有食药方法可以轻松赶走蟑螂,又天然卫生呢? 其实只要了解蟑螂的致命食物跟喜好食物,就可以制造出有效的蟑螂客清,安全又轻松。 大纪元往日前分享了除蟑蜜方天然卫生,赶快试试吧! 环保幼儿一 德国蟑螂喜欢油脂类食品,澳洲蟑螂则偏好食物性食物,但基本上富含淀粉或香甜的发酵食品,像是麻油、红糖、洋葱、炒面粉、奶油等都是蟑螂的最爱。 葡萄干和酒类也有很好的幼饮效果。 任群以上一至二种食物加上对蟑螂具有味毒气效果的蓬酸混合压成小饼状便是简单的耳机。 要确实制作耳机时,将耳料炒干降水分降低到5%以下,因为含水量过高的耳机一发霉。 蟑螂不爱发酵腐败的食物,注意少量释放,用完再补充,保持毒耳新鲜,避免儿童和宠物物误实。 环保幼儿二 蓬酸一盒,约拳头大的洋葱一个磨碎,面粉150克,砂糖一大匙,奶粉半大匙,洋葱碎片挤掉一点之后,混入其他材料中搅拌均匀,水分不要太多,做成小饼状已不粘手最佳,约可做50个左右,然后一一摆在纸上,应该一星期后即可使用。 收藏于干燥密闭空间中,效果可维持数月不变。 一般家庭应放置12-20个毒耳,厨房应该有1-10个玉,测至少两个以上。 自然植物可以驱蟑螂,除为蟑螂pixipay.com 自然植物驱蟑法,小黄瓜皮,月桂树或菊花瓣加酒精的混合物,每星期在蟑螂出没的地方撒一遍可以消灭刚孵化的小蟑螂。 酒瓶活桌蟑螂法 利用空酒瓶留一点剩酒当诱饵,放一些砂糖进去,将瓶口鞋靠在墙壁上,蟑螂摊杯就会掉进瓶子里。 据说一晚上可以抓到满满一瓶蟑螂。 蓬酸拖的防张法 以热水溶解适量蓬酸后,用拖把或抹布擦拭地板干燥之后,白色蓬酸结晶会渗入地板戏缝,造成蟑螂讨厌的气味。 可防蟑螂、蚂蚁等蟑螂爬过碰到蓬酸结晶也会中毒。 试剪 但又有效的方式哦! 苏打防张法 美国人最常用的苏打防张秘方起源于亚利桑那州义糖和苏打粉各半混合一起,放置在蟑螂出没地方。 约3至14天后,蟑螂就会消失不见,是因为蟑螂的胃是酸性的,不能接受糖和苏打混合体的减性进入它们胃内,会中毒死亡。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干净,如果你的环境干净,垃圾桶用铅跳陶篮烤铜淘取一新。